因为口角纠纷丢汽油弹泄愤 西梅市汐止区一间民宅 昨晚遭人丢直四枚汽油弹 多辆机车毁损 信号没有人受伤 警方在一个小时内抓到的嫌犯 他公称和朋友发生口角纠纷 不满对方在网路上频频呛瞎 才会到朋友家丢汽油弹泄愤 不过警方怀疑背后可能涉及到毒品买卖酒粉 黑衣其实拿着玻璃瓶往民宅方向丢 一个丢完再换一个 没多久不远处就传来了阵阵火光 原来这些玻璃瓶都是他自制的汽油弹 有的甚至烧到爆裂吓坏了附近住户 警方不敢大意出动救援 信号火势在到场之前就已经被李鸣扑灭 只有几辆的机车受损 而警方根据监视其画面 没有多久就抓到了丢汽油弹的嫌犯 嫌犯招待一度沉默不肯配合 而警方又在他的车厢内搜出了其他的汽油弹 跟半程品数量将近17枚 你不知道这些都一样吗 看到他东西丢了就跑了 然后后续就出现爆炸声跟火光 冲突发生在20号晚间 新北市系指这名理性嫌犯 公称跟受害的苏姓男子认识 他不满日前跟海外友聊天时 苏姓男子频频插嘴 双方因此埋下了嫌隙 加上两人之后又在网路互呛 嫌犯不甘心受入才会跑到受害人家里 丢四枚汽油弹泄愤 真的是单纯口角导致吗 警方怀疑背后恐怕还有毒品纠纷 也在一一调查厘清 也幸好汽油弹没有伤到无辜的民众 只有爆炸声响让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记者成长张士奎新北市报道